第五十七课,复习一第七部分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这些文字让你产生美好的感受,带给你希望 它们不会毁灭你,也不会导致你心生恐惧 它们会使你平静,将你带向平安之地 这证明了身体层面的转化,源自于你锻炼自己的心灵 这不是你在社会中所学到的观念 你被教导的是,锻炼身体属于身体层面的事 事实并非如此 是你的心念要你外出散步,要你吃甜甜圈,要你做仰卧起坐 一切都出自你的心念,永远都是心念 因此,复习这即刻时,请务必确实地深思这个观念 作为你练习的一部分 你今天在世上遇到的一切都受到你的心念影响 因此,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事物 如果你不想看到更多这样的事物,请改变自己的心念 因为批判无济于事,只会强化它而已 如果你看到战争或打斗的场面,或是人际关系起冲突 而你不想要再看到这些,不妨进入内心问问自己 我的内心是否有战争,是否有冲突,是否陷入交战 你会立刻看到它 你未必需要深入到过往经历去挖掘它 或是赶忙在潜意识搜寻 在你反问自己,我哪里有冲突 哪里有交战,哪里有侵略性 在当下,你会看到答案的 你会在此批判弟兄的情况下看到答案 会在你看待某位政治人物的眼光看到答案 会在你厌恶自己身体的态度中看到答案 你一定会看到的 亲爱的朋友,这不能发现 请谨记,世界是最终的结果 它是由许多恐惧的念头 以及不断反处不愉快及痛苦的经历所造成的 因此,世界不是你要改变的地方 它是你见证的地方,是你接纳的地方 你接纳它并说 感谢你让我看到,潜藏在我意识里 那些我没有觉察到的部分 我在外面看到它了 我看到战争,我看到财务恐慌 这是许多人最大的恐惧,财务恐慌 你认为,这个恐惧是由你之外的系统所导致 事实上,它是在你之内的 当你透过课程的练习来面对它 也就是透过仰爱非金钱的方式 透过与万有的连结 透过连结天赋,上主或万有 任何你喜欢的称呼都行 当你连结上它并获得指引时 就会一无所惧 你不会继续待在战场之中 而是超越战场之上 观看着一切,并说 啊,看看这些交战中的人们 啊,看看我的心中有 想要攻击的念头 此时,你有余地做出新的选择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自由 此时,你真正看到了 你不必去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 不必去想自己一直在想的事 不必去相信自己被教导要相信的一切 你被教导要相信的许多观念都是错误 这些观念导致你的恐惧 担忧,并在你身上 加注一些不利于你之事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感谢你今日加入这一刻的复习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